人生方面根本就是期望一個大調整 直到昨晚海外信託這個事件 即是觸發了這個大調整 近期股市之中就一直有麻煩的客人存在 在昨晚倫敦的股票市場方面 第一個反應是股民在倫敦拋售股票 形成的壓力大了 香港開出已經跌了50點 對於下個星期的股市 他認為經過大調整之後 反而會更加健康 短期內大肆仍然向好 香港人應該對香港政府 和立法局方面要充滿信心 他們一定會找到一個完善的解決方法 股市方面難免會有波動 但是股市能夠起到600點上來 就有個大調整 對後市的反而 我反而個人看得更樂觀 股票方面 我想最佳時間去買 高個個都不敢去買 低是否應該時間去買 財經匯報報告完畢 下個星期再會 對 財經匯報 是由國泰航空公司 遠東銀行 聯合特約播映 財經匯報告完畢 財經匯報告完